春节假期结束了 春运来到了返程阶段 2月6号 辽宁省疾控中心提醒大家伙在返程和返程途中 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首先第一点 返程前尽量采用电话和微信等非接触方式道别 减少参加聚会聚餐和讲座等聚集性的活动 提前做好自我的健康监测 第二点返程期间遵守车站机场 服务区等交通战场的防控要求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注意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与手的卫生 第三了解目的地的防疫政策 必要时要提前做好核酸的阴性证明等准备 提上来返这个疗人员 抵疗之后第一时间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四是密切关注一下国内新冠中高风险地区的信息和疫情论动态 如返程途中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使与阳性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 或者健康码非绿码的情况 请立即向所在的当地的社区村单位入住的酒店报备 那第五点呢就是如果出现发热肝壳 乏力烟痛 嗅味觉减退 腹泻呢等身体不适的症状时呢 需及时的就医 请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辽宁疾控啊 预祝大家健康安全返程 请勿订阅